美国消费性电子展5日登场受疫情影响提早一天在7日结束 多家科技大厂Google、Meta、亚马逊、AMD等不参与实体展 Panasonic、B&W、IBM也决定不参展 不过台厂积极参与 华硕、微星、宏达电、群电、中雷及预创都在CES端出最新应用 华硕旗下电竞品牌ROG玩家共和国 5日凌晨举行线上记者会发表全球首款4K双萤幕电竞笔电 二合一电竞笔电及其他周边配件 红机扣充电竞产品阵容 推出搭载新款处理器的电竞笔电 电竞桌机和显示器 微星也推出15款电竞及3款创作者新笔电 为创作与探索元宇宙打造高效能笔电 群联则推出新世代的电竞储存方案及首款PCIe Gen5的SSD旗舰控制晶片PS5026 台湾科技部也说百家新创参展 包括智慧医疗、AI与资恩、半导体太空与通讯应用 及世卫科技等以TTA台湾新创管、TTA Meta线上管等方式呈现 让国际看见台湾在科技应用的软硬实力 新桃尔雅特电视时间里李津津 台湾台北报告